那大夫蘇蟲 當著面說楚莊王比自己更蠢 得了的 楚莊王已經出了告示 凡是來勸奸國軍都要斬 以後你當面說他蠢 那個楚莊王一手推開身邊的美人 整個跳起來拔出寶劍來就喝著蘇蟲說 你居然說寡人愚蠢 寡人就斬了你 看看誰愚蠢 蘇蟲一點都不怕 他理直氣壯地說 大王身為楚莊國軍號稱霸主 受萬民尊敬 勇地千里兵強帳勇 天下諸侯都敬為我們楚國 至大王一點都不珍惜這些 只顧尋求享樂 成日純走美人沉迷走息 不理國家大事不聽忠言 疏遠言辰任由朝中的奸臣弄拳 國外諸侯紛紛離心離德 大王只顧眼前響樂 不顧日後 神雖然是蠢 不過朝來殺身之禍 日死了之 後世還稱神為終神 大王的愚蠢何止有殺身之禍 生死國亡 還要受後世的譏諷 所以說大王比臣更愚蠢 好了 臣的說話說完了 就借大王的補劍一用 臣今天就死在大王面前 來保存大王盡間這死的號令 說完了 大夫蘇蟲就跪在楚莊王面前 等著楚莊王的把劍斬下來 楚莊王一聲扔了劍在桌上 走到來雙手扶起蘇蟲 大夫請坐 寡人等了三年 就是等著敢於直言不怕死的大夫來見寡人 今天果然等到你來了 然後楚莊王就叫身邊的兩位美人退下 對蘇蟲說 寡人經過這三年 不但朝中大夫 共中妃嬪 什麼人寡人都看清楚了 就說剛才這位鄭國的妃嬪 和蔡國美人 嘿嘿 他兩個投寡人所好 日夜陪著寡人喝酒作樂 處處討寡人歡心 嘿嘿 這些人真是為寡人著想嗎 來 公中飯機 雷次勸寡人 不要整天顧著打獵不務正業 寡人沒有聽從他 他就連肉類都不肯吃 想要逼著寡人改過 這些只是真正的延內座 是幫得手的夫人 寡人現在就立范姬為夫人 將那些阿爾鳳城的美人送回去 至朝中的事 蘇大夫你就多為寡人操心 對了 明天那些人就上朝召見百官 第二天 楚莊王臨朝 三年來 每個人都說這個楚莊王 縮在宮中 經常顧著喝酒作樂 正是一條蟲 這次看清楚了 原來是一條龍 楚莊王的人 原來是深謀怨慮 做事果斷 很有魄力的人物 他就說剛剛接了王位 宮中的事 朝中的事都還沒摸透 故此呢 裝龍扮啞 縮在宮中 經過三年 現在心中有數了 一上朝 就發號司令 開始進行改革 第一件事 就是對付令雲鬥月招 因為那個鬥月招曾經是幫助楚莫王 搶王位就立下很大功勞 加上這個鬥月招 武藝高強 朝中勢力非常大 楚國一切都由靈魂作主 所以楚莊王首先 就將鬥月招的權力分散 他多派了三個大夫 來和鬥月招一起掌握楚國的大政 跟著楚莊王就下令 將皇宮裡面 中古惡氣統統切齊 擠在一邊 下令從今以後 不再皇宮徹宴了 他日日上朝接見大臣 調整人事改革內政 訓練兵馬 好快 楚國有些強盛出來了 楚莊王就征服了楚國南邊很多小的部族 擴大了楚國的國土 跟著呢 又派兵去攻打宋國 打敗了宋國 楚莊王呢 又親自帶兵去攻打陸魂的容祖 很快的 也征服了陸魂 楚莊王呢 趁機將軍馬 集在周朝邊界 在洛陽附近 謝爾說要在這裡檢閱軍馬 實在呢 就想威脅周天子 想和周朝分享天下 周天子就驚起來了 就派大夫 黃宣門去慰問 就打聽楚莊王想怎樣 楚莊王呢就設宴來招待這個黃宣門 在席間呢就謝爾文 聽說大禹住有九個頂 是三代全國之寶來的 現在九頂就在洛陽 寡人是想知道 九頂的樣子是怎樣的 大勢輕重如何的 各位 那時候九頂不只是一種珍貴的同氣 那是國家的象徵 得天下做天子的 才能夠佔有九頂的嘛 如今楚莊王 居然問到九頂的大勢輕重 分明是有意爭周朝的天下了 那周朝大臣黃宣門就反駁他了 黃宣門就說 唉 九頂就已經存了三個朝代的了 夏朝傑王無睹 所以寶頂就歸雙朝所有 後來雙王殘寶 所以寶頂就歸了周朝 現在周朝經歷了三十代天子 已經有七百幾年這麼久了 周朝之所以得天下 是靠德 靠人心 並不是靠那個頂 現在周朝氣數未盡 天命所在 你又何必問那個頂的輕重大勢呢 楚莊王給他這麼說 反而有些慚愧 就不敢再打周朝的主義 馬上就退兵翻車 後世有句誠語 文鼎之心 就是出自這裏了 那麼楚莊王 帶領軍馬就準備返回京城 走到半路 就傳來急報 說靈魂鬥月昭造反 殺了留守京城的司馬遺甲 現在鬥月昭已經出兵 來攔截大王的歸老 原來這個靈魂鬥月昭 他本來就把持著楚國大政 獨斷尊橫 現在眼看著楚莊王分散了自己的權力 心懷不滿 又恃著自己功勞蓋世 又才勇相傳天下無敵 所以他早就想作反自己來做大王 現在好機會了 趁著楚莊王 親自帶兵去攻打邊境的用族 鬥月昭就突然帶兵作戀 本來呢 楚莊王有所提防他的 留下司馬遺甲 帶領軍馬來坐鎮京城 鬥月昭早有預謀 一下子就殺了司馬遺甲 然後帶著鬥族的子弟 組成鬥家軍 帶來他手下的兵將 就離開京城出來 攔截楚莊王的歸老 就不讓楚莊王回京城 楚莊王也聽聞京城急變 鬥月昭造反 馬遺甲 立刻帶領軍馬一夜趕著回來 在半路就撞到鬥月昭了 兩軍就在張勢那個地方來對陣 鬥月昭那幫呢 整班都是鬥家子侄來的嘛 個個都勇猛善戰的 又是子弟兵 雖軍庸殺分威武 鬥月昭騎著匹高頭大馬 一手拿著支劃擊 一手就拿著把弓 在陣前跑來跑去 日乎飛揚拔戶的神態 楚莊王的兵將 個個知道靈魂鬥月昭厲害的嘛 特別他的手箭法是不得了的 見他的樣子這樣 個個心驚淡跳 楚莊王也沒有辦法 就派個大夫蘇重去見鬥月昭 就對鬥月昭說 大王念在鬥氏世代有功於楚國 不想跟靈魂交兵了 願意赦免你殺屍馬之罪 如果靈魂不信 大王還將王子來做仁治 交給靈魂來看管 請靈魂立刻收兵 鬥月昭一聽就笑起來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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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笑呢 上回都說過了 鬥月昭的人滿面生毛 聲如柴郎 笑起來和罵人的時候 都好像柴郎叫聲 他一邊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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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你以為我想求他謝罪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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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月招远远见到楚庄王,他就快马冲过来,弯弓搭战,一箭射过来,哎呀,插着楚庄王,打着那个鼓子的木架上面,整个鼓子被他射了,楚庄王被他一嚇,连鼓锤也跌了到冰车那里, 后面的徐重,见到斗月招来势这么猛,就快点上来拿着两个挡战牌,分左右来遮着楚庄王,那个斗月招,游士湾弓搭战,一箭射过来,咳一声,哎呀,射穿了左边的盾牌,然后就穿过右边的盾牌, 整支箭插在后面那部马车那里,哇,两个挡战牌都被他射穿,你说人被他射中,还有得静呢, 楚庄王就立即下令明金收兵,斗月招就一尾追杀过来,楚军就大败逃走,好彩右军大将公子则,左军大将公子英齐, 左右两军一起攻上来,先杀退斗月招,保住楚庄王后腿, 楚庄王回到后面就拿斗月招那两支箭来看看,哇,这两支箭, 比普通那些箭长成一半那么多,箭头呢,是用炮牙来做的, 十分锐利,楚国那些兵将,个个看见那两支箭这么紧要, 可怕上来了,那晚,楚庄王就亲自去巡迎, 就听到军众,三三两两在着小小声议论,哎呀, 啊,灵魂那支箭这么厉害的,什么盔甲都顶不住, 被他射射了,实死无疑的, 楚庄王看到那些兵将这么怕斗月招之箭, 他就回到刑中,直接骗了一段东西, 叫人四处说,说当时,楚文王那时候, 听说说边疆的容族那里,有人很会做利箭的, 就派人叫他做,后来容族就献上两支箭, 叫做透骨峰,这两支箭很厉害的, 收藏在泰妙那里,这次就被斗月招偷了出来, 所以刚才那两箭射过来, 这么紧要连挡转牌都射穿, 不过现在好了,两支箭都射出来了, 以后就不用怕他了,大王自有办法来收复他, 三军将士听到这么说, 不过他们的心先稍微定下来, 第二天一早, 楚庄王就下令准备退兵, 说要回去找汉东各路诸侯来讨伐斗月招, 有些将军在那里议论,大王出师不理, 一打就输,一输就退走, 那助长斗月招的威势,以后更难对付了, 游奴军大将公子侄, 听到这些议论就说, 嘿嘿,大王自然会有他的想法的, 好,我们进去拜见大王自有分晓了, 公子侄就找到左路大将公子英齐, 一切入到中军大营拜见楚庄王, 果然, 楚庄王确实有他的安排, 他是对两位大将, 吩咐了轮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到第二天, 眉天光的鸡蹄, 楚庄王就下令退兵了, 那边呢? 斗月招见楚庄王退兵, 以为楚庄王怕了自己, 就带着小部分军马, 就追着来了, 斗月招不分日夜, 连饭都不吃, 吹熟着军马, 一口气就追了二百里路, 凤庄王就退了一条大河那里, 河上面有道桥, 叫做青河桥, 斗月招似着自己的勇猛, 马不停蹄, 带着军马就冲过青河桥, 继续去追, 越追越远, 忽然间前面两路大军, 公子侄和公子英齐, 兩邊就擋著去路,那鬥月昭那幫軍事呢,已經追了一日一夜,又沒有吃到飯了,筋皮力卷,那就不夠打了,就退回頭,想過河回到大本營,來到河邊,喔,清水橋已經拆了,孤零零就剩下兩邊的橋, 在河對面,一面大棋招展,原來楚莊王並沒有走到,他只是帶領軍馬,迷伏在河邊,等鬥月昭過河了,他就連橋也拆了,那個鬥月昭呢,前面就被兩路大軍擋住,後路呢,又被楚城王截住,連橋也拆了, 進退不得,楚軍就圍攻上來了,那個鬥月昭也厲害,他一點都不怕,沒有起滑擊,拿起弓箭,左衝右突,近的就用滑擊來刺,軟的用弓箭來射, 坐過軍兵,見到他就避開,居然被鬥月昭帶著他的軍事,在河邊穩住陣腳,那鬥月昭雖然沒有辦法得位, 但是楚軍也不敢攻過來,只要大家隔著條河就堆到實,那鬥月昭呢,這次追楚莊王呢,他只是帶一部分鬥家軍趕過來追的嘛, 那麽還有大隊人馬在後面握,那麽如果再這樣對峙下去呢,那麽一定被他突圍走掉的嘛,那時候呢, 坐莊王身邊的大將,叫做駱伯,駱伯的手下有個小軍官,叫做養游姬,這個養游姬呢,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軍教, 但是呢,他射箭就非常厲害的嘛,軍中稱他為神戰手,又號稱神戰楊叔, 養游姬看見楚軍那麽怕鬥月昭,他自己向大將伯樂請賤,他說,小人願和鬥月昭來比試戰法, 那大將軍伯樂看見養游姬不過是無名小卒,雖然會射箭,鬥月昭是天下文明的神戰手嘛, 將軍落板有些不多信啊,他就說,喂,靈魂那手戰法,很厲害的嘛,幾十年都未逢敵手, 你和他比戰法,那就是送死的嘛,養游姬就說,將軍,如果我輸了,不過死個小教而已,對楚軍無損分毫, 好,如果我射死他,那將軍就可以勉強一場苦戰嘛, 駱伯見到這樣,就報給楚莊王聽,楚莊王一聽就十分高興,好,好, 現在楚軍這麼怕鬥月昭的戰法,有人有膽量要跟他比戰法,好, 你告訴養游姬,如果比贏了,寡人就重上去,於是那個養游姬呢, 馬上拿起弓箭,就站在清水橋的橋段那裡大聲喊,請斗令雲來比試戰法, 哦,居然有人來跟天下文明的神戰手比戰法, 兩邊的軍事就站滿了河的兩邊來看看,一時間就議論紛紛, 有些就說,咦,聽這個養游姬,這麼頂,怕有些本事都不頂了, 有些就說,咦,看他那副打扮,這個無名小教,沒有殺氣的, 多少都不夠死呀,那位楚國令雲,兼元帥鬥月昭, 聽聞居然有人要跟自己比戰法,就笑起來, 哈哈,居然有人送上門來送死的,好, 他立刻穿上盔甲,拿起弓箭,就站上橋段, 兩個人就隔絕到何來的對話, 養游姬就大聲喊,聽聞靈魂的戰法,天下無敵, 今天就想跟靈魂比個高低, 咦,我們兩個站在橋段,國人射三箭,死生國安天命, 鬥月昭就問,你是什麼人呀,居然跟我比戰法, 靈魂,我是將軍樂伯手下的養游姬, 鬥月昭一聽,哇,無名小質, 哈哈,跟我比戰法,算了算了, 留下你的命,我免得浪費了我才好賤,靈魂, 不要這麼誇口,給過才知道,這樣, 我先讓靈魂射三箭先,如果射不中, 那我才射回頭啊,那個鬥月昭一聽,眼火都出煙了, 哎呀,你這個不知死的無名小質,居然這麼大口氣, 還讓我射三箭,好,今天我就殺了你, 獻下我鬥月昭的神箭德,火仰游姬呢, 看見那個鬥月昭站在那裡想事, 就大聲氣他,喂,大名鼎鼎啊,靈魂, 為什麼林鎮怕他上來啊,不敢比一下, 鬥月昭就生氣了,大喊一聲,哇, 我一箭送你上西村,哈哈, 啊,那個養游姬呢,還不收口啊, 他還要咬,另外,別說一箭啦, 你射一百箭啊,都不敢碰到我一層皮啊, 啊,我站在那裡等你射,避身都不算好看啊, 啊,那個鬥月昭,身經白淺,人家見他一拿起之功, 走都走不及的,從來沒被人嘲笑過的嘛, 哎呀,這回當著這麼多兵將面前, 被一個這樣無名笑出來的笑自己啊, 我鬥月昭咬牙切齒,左手拉弓,右手搭箭, 瞄準仰游姬的頭,啊,箭就射過去, 這聲音就像閃電一樣飛過來, 聲音就像閃電